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Docker的第三期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别问 问就先看 什么意思 咱们马上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 是 大家请看 Docker使用的主流程的介绍 本期 我以干货操作为主 内容比较多 具体说 我都操作了些什么内容 为什么要这么操作 具体的说明 咱们放到今后的课程 再去讲解 是这样 学Docker和学其他的编程语言不同 我以前讲其他的编程语言 可能我从每个知识点 每个小的知识点 给您讲明白 Docker是这样 我想 我先做一个大的流程的介绍 您先把握住 Docker都该怎么样的去使用 具体每个操作的细节 咱们今后课程 一点一点的给您讲明白 今天咱们先整个去把握一下 Docker的使用的主流程 好吧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Docker使用的主流程 本期以干货为种 内容比较多 多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我下面就列出来了 首先 咱们建立一个Docker的image 镜像文件 然后编写咱们的应用程序 然后把咱们的应用程序上推 GitHub 然后咱们使用Docker Hub 进行云编译打包 然后咱们找另外一台机器 下载咱们刚刚打包过的Docker image 镜像文件 进行使用 好吧 内容比较多 咱们马上开始 实际演习 我要建立一个Docker版的 Node.js的应用 Node.js现在是比较火 对吧 今天咱们就建一个Node.js的应用 然后完成部署与分享 咱们这期所用到的技术 大家请看 首先 Node.js 对吧 有朋友说 Node.js我不会 其实Python Java 什么都行 咱们主要讲Node.js 比较简单 好吧 咱们要会Node.js 您只要会基本的Java语法就可以 会加Java语法就可以 如果没有接触过Node.js的朋友 我有一套Node.js课程 请您去参阅 好 接下来咱们使用Git 咱们在团队内部开发 不用SVN就用Git 对不对 有朋友说Git我没用过 太对了 小马就有一套Git课程 您去学习一下 然后咱们还会用到GitHub 没有问题 还用到Docker 这是我这个系列的课程的讲解的主内容 然后咱们还会用到DockerHub 做什么 做咱们的Docker image镜像的分享与打包 好吧 那咱们先少许马上开始 经理容比较多 咱们我看现在是OK 好 那咱们开始 首先干什么 咱们先建一个Git库 在哪 在GitHub上 咱们马上开始 OK 这是我的GitHub 我现在马上建一个库 这个咱们就叫做MyNode 可以吧 其他都不动 公用的 然后初始化一个readme 然后这个地方我选上 因为咱们是Node的应用 这个地方我选上Node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Lessence随便敲 我就敲GitHub 3吧 好吧 OK 马上建立 OK 完成之后 咱们把这个Node库 拷贝到本地 我在本地建一个 我自己的工作文件夹 可以吧 然后把刚才咱们建Node库 拷贝过来 或者叫克隆过来 这无所谓 好 克隆完之后 咱们进入它 对吧 OK 这是咱们的整个课程的第一步 咱们需要建一个Git库 是这样 我的课程因为这个内容支点比较多 您可以反复看一下我的视频 对吧 还给我增加点广告收入 是吧 另外的话题了 好 咱们看 怎么把这个Node库 克隆到本地 我已经做完了 之后干什么 咱们是这样 我要去开发一个 现在Node GS的版本很多 对吧 80 12都可以 我呢 准备开发一个 大家请看 8.16.1版本的 Node应用 可以吧 可以 那么我就要从 DockerHub上 去取得这个最新的 Node8系列的 镜像文件 怎么取得 就用这项命令 大家请看 DockerImage Pull 拉 把什么拉过来 把Node GS的816.1 这个镜像拉过来 咱们马上开始拉 然后是这样 我先清一下屏 在拉之前 我把我的命令 删除掉 咱们只保留 DockerImage 然后我加一个 Rs 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看一下 我本机 现在都存在 哪些个镜像文件 Go 大家请看 我本地 只有一个 Hello World 对吧 OK 那咱们先手续 把Node 816.1 拉下来 Go 有朋友说 他从哪 拉这个镜像文件 从DockerHub 他现在正在往下拷贝 咱们不管 咱们看一下 今天咱们用到两个网站 第一 是这个GitHub 第二 就是这个DockerHub 一会儿我会在这个DockerHub上 做咱们新建的 这个DockerCode 云编译 一会儿咱们都会看到 请不要着急 大家看 我今天网速还算可以 这个镜像文件 大概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700多兆 为什么 它不光包含Node核心 还包含一个简单的Linux核心 我看有很多朋友 说你怎么老叫Linux 我们不都叫Linux 无所谓 怎么叫都行 Linux 它本身叫这个操作系统的核心 它叫的也都是经常的 这不统一 稍等 我们要不背景放点音乐吧 我找点音乐 拉紧稍等 OK 咱们已经把这个镜像文件拷备下来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 怎么看刚才的命令 对吧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多了一个 Node816这么一个本地镜像 Size居然是894兆 OK 好 那也就是说 咱们本地可以去开发 Node.js816的应用程序了 对吧 好 咱们开发 咱们试一试 首先我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Github的 酷的根目录 对吧 咱们在这个下面去建一个 Node.js的文件 首先说 大家请看 我本地其实并没装Node 对吧 并没装 对吧 OK 一般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开发一种语言的 用程序的话 一定要在本机去搭好这个环境 才能用 对不对 Node.docr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本地没有装Node.js 我也能够开发 Node.js的应用程序 好 咱们试试 我建了一个 Hello World 这个文件 可以吧 好 在这个JS里面 咱们就一行 命令 I love this game 是吧 这是NBA的口号 现在国内都反NBA 好 咱们 不打那些东西 OK 咱们建完这个文件 咱们该怎么去运行 这个Node.js的文件呢 好 咱们需要做一个 Node.js的应用程序的环境 Node.js Node.js里面叫做容器container 好吧 好 咱们试一试 怎么建这个container 怎么建这个运行环境 首先咱们需要编辑一个Doker.js这个文件 您要学Doker必须记住这个文件 大消息 都不能错 好吧 咱们建一个叫做Doker.js这个文件 好 马上开始 清评 Go 这个文件里面 拷贝什么东西 我拷贝过来 咱们 其实这个文件可以建很多的东西 但是咱们现在就先建最简单的四行 我给您解释一下 这Doker.js建了这个 建的这个 Node.js的运行的环境 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首先 我要指定这个运行环境 要使用Node.js816.1 这个Base镜像 换句话说 我是基于这个环境 来做我的新环境 OK 接下来 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干什么 这些就相当于 我有一个自己的 Linux核心 这个核心里面 我只仅仅装了一个 Node.js 好吧 然后我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在运行这个环境 或者说我实力化这个环境 之后 我会在这个环境里面 建一个子目录 叫做SRC 原文件 然后大家请 这个名领 口碑 是什么意思 是说把我现在本地的 刚刚建的这个 JS的用程序文件 拷贝到 拷贝到这个环境中 SRC子目录下 没问题吧 OK 接下来干什么 在环境当中 用这个CMD的命令 去执行Node 这个应用程序 然后呢 参数是 SRC下面的 咱们刚刚建立的 这个GS的文件 这个大家看起来 像不像Share文件 像不像DOS的 P处理文件 有点类似 好 咱们存盘 就这么思考命令 好吧 多了咱们以后再说 好 咱们建完这个Dokker File之后 干什么 咱们需要编译一个 它的运行环境 根据这个文件 进行编译 怎么编译 大家看这个地方 Dokker Image Build 我建一个文件 杠T是什么意思 标签 标签 然后后面是跟上这个标签 comma video斜杠 然后跟上我的这个 应用程序环境名 最后冒号 再跟上一个子标签名 然后呢 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这个点 不要忽略 这是什么 这是说 以我当前目录为根 进行建立 好不好 好 那咱们先扫去 马上试一试 咱们根据这个Dokker文件 然后呢 咱们去建一个 咱们自己的开发运行环境 马上开始 没拷贝过来 再来 Go 因为我刚才把Node816.1 已经下载下来的话 那么它现在建立起来 建立这个镜像的话 一瞬间就完成了 如果刚才我没有把它下载下来的话 那现在的过程 是先下载这个镜像 然后再做咱们自己的镜像 咱们现在看 一瞬间完成了 对吧 然后咱们去看一下 咱们是不是已经做完了 注意看 大家请看 这行是我刚刚自己 庇路的 我自己建立的一个镜像 同时将咱们的 那个Hello.js 已经打包进去了 那么怎么用 咱们去用一用 怎么用 那请看 在环境中运行 咱们刚才建立的那个应用 马上开始 稍等 Go 会出现 I love this game 出现了吧 出现什么 是这样 咱们在本地 打了一个镜像 对吧 然后咱们通过Docker 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Container 刚才的命令是Image 是我做了一个镜像 这Container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给您重点解释一下 Container的意思是说 将咱们的一个镜像 实力化 相当于咱们编码中 这个Image 是咱们各种编程语言中的 Class 类 Container 是咱们类的实力 New了一个类 叫做实力 好吧 这是他们两个根本区别 OK 想想少叙 我在本地建了一个应用 并且成功打包 名字叫做MyNode 让我给了一个V01的标签 对吧 这地方都看得非常清楚 MyNode V01的标签 没有问题 接下来 我这程序开发完了 开发完之后该怎么办 咱们在团队内部的话 开发原代码的维护 是通过SVN跟Git 对吧 我就把我现在这个代码 进行提交 我哪个代码 我的代码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 是这个我的整体的用程序 当然我现在只有一个文件 对吧 第二 是这个Docker File 这个是咱们整套应用代码里面 必须要有的内容 好吧 咱们把它打包 然后呢 上传到GitHub上去 马上开始 Git怎么使用 请看我的其他课程 OK 然后Commit提交 然后给一个名字 MyNode 没有问题吧 OK 然后把它Push上 Push到我的GitHub 这我敲一下 OK 好 咱们现在去确认一下 在我的GitHub上 大家看一下 我一刷新 大家请看 出来了吧 刚才我编的文件 现在都已经被放到 上面上来 OK 接下来 接下来 我应该是做云编译了 但是在做之前 我想给我现在 这个GitHub 再打一个标签 这个地方 因为是这样 咱们这用Git管理的话 咱们在这个地方 有release 这个release 就是标签 对吧 OK 如果有朋友说 我的Git 我听不懂 没关系 我那套Git课程 讲的很精彩 可以去看一下 好 咱们先少讯 我给我的GitHub 打一个标签 叫做V01 可以吧 没有问题 然后咱们看一下 我现在GitHub 标签 就一个 对吧 OK 然后我把它 push到GitHub上来 这还得去敲 因为我没有把这个 SSKey 弄到我的本地 不过 无所谓 是这样 以前我在GitHub 我都装了Key 结果 失败 再来一遍 我可能敲错了 OK 这个应该行了 因为我有时 总不敲这个代码的话 总不敲这个password的话 我就经常老忘 所以我就不喜欢用这种 这种SSKey 我都喜欢自己去敲 敲这个 口令 好 咱们看 刷新 出来了吧 V01 我已经成功 在我的这个 GitHub里面的 MyNote下面 有一个主分支的程序 同时还有一个 release 这个标签 没有问题吧 我做了两个地方 OK 接下来 接下来干什么 晕编译 真的重点来了 好 咱们看一下 这个DokaHub 这个地方 我刷新 我现在还什么库都没有 空的 没有问题吧 空的 OK 那咱们干什么 需要建一个Doka的库 好吧 马上开始 这个地方 因为是这个地方 大请 这个地方 我的课件 什么都没有写 对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以操作为主 那我就不写了 咱们直接操作一下 好 咱们建 大家注意看 新建一个库 没有问题 这个地方起名字 我叫MyNote 所以这叫MyNote 无所谓 然后 这个DokaHub 因为我是一个免费的账号 所以说 这个私有库只能建一个 今天咱们不建私有 咱们建公有 好 咱们现在怎么建 这是选公有库 然后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非常重要 这个地方 和我的Github进行了绑定 你不绑定的话 你把这个DokaFile 你把你的代码 放到这个Github上 在这个DokaHub上 是没法编译的吗 对不对 好 那咱们马上绑定 好 出来了 我选择 空妈V6 然后呢 我这个Github有两个库 我选的是这个MyNote 没问题吧 然后 Great 建立 建立完成 非常快 对不对 然后大家请这边 他给人提示 你建立完的这个云呢 通过这个地方 可以往上推上来 同时呢 咱们还可以拉下去 怎么做 咱们一点点来 咱们选择这个编译的地方 咱们先看一下吧 这个Tag 因为我是新鸡库 这Tag什么都没有嘛 对不对 OK 咱们编译 大家请看 这地方有个编译的选项 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我给您讲解一下 把它打开 大家请看 这个选项是说 我从我的Github 主Block 主分支里面 这个分支名叫做master 然后呢 Docker的Tag 叫做list 进行编译 我这行命令 会从我的Github的主分支 去取这么一个master的主分支 对吧 然后把这个主分支 打包成Docker里面的latest OK 那么我再建一个 再建个什么 再建个Tag 因为咱们有个Tag 对不对 我跟Tag叫做 我的Github上Tag叫V01 没问题吧 Docker 我为了保持一致 DockerTag我也叫V01 好 我选择Save 保存完毕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可以去编译了 编译完之后 在这个Tag位置 就会出现 现在什么都没有 好 咱们试试 点这个触发器 但编译哪个都行 咱们先编译这个主版本分支 好吧 Go 大家看看 正在编译对吧 下面这也是 正在编译 这编译的过程 在下面会显示出来 这个稍微花一点点的时间 然后因为它编译完 如果完成的话 它这地方按理说 是应该给它提供一个成功 还是失败 但是它这个 有时这个通知的比较慢 所以说 这个地方 我这个地方一般都会再开一个新的窗口 去看一下 如果编译成功的话 这个地方会出来 对吧 我有哪些个标签 什么是编译成功的 然后这个 这个top page也会出来 对不对 现在还没有 看它确实现在编译还没有完成 那咱们就等一下吧 OK 经过一段时间的编译 大概花了五六分钟 是吧 大家请看 这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标签 说明什么 说明咱们的编译成功 同时可以使用 对吧 OK 现在咱们 其实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我做了两个编译试 咱们编译完了一个 Docker标签 叫做最新latest的标签 对吧 咱们这已经有了 没有问题 对吧 这是根据咱们的GitHub的主分支进行的编译 接下来 我手工再去编译一下这个V01这个标签 好吧 这个就不是都 就不是咱们这个GitHub主分支的 而是咱们的一个标签 Release的标签 对吧 好 那咱们就不点上面了 咱们点下面 咱们再编译一个 Go 好 让它先编译着 那咱们不管了 那咱干什么 咱们回到咱们这个DOS窗口 终端窗口 干什么 咱们就可以去使用一下 咱们刚刚打包好的这个云端的镜像文件 怎么使用 先把它拉下来 怎么拉 大家请看 DokerImage Push 拉 对吧 拉什么 拉ComaVideo 这个ComaVideo指的就是 我的这个云Hub里面呢 我的这个库的名称 好吧 我有这么多信息库吗 其中这个就叫做 大家请看 Coma 然后呢 Video 斜线 接下来是我这个号里面的哪个应用 这个地方是MyNode 对吧 所以这地方我叫ComaVideo 斜线MyNode 对吧 后面跟上一个冒号 指定什么 指定我拉哪个标签 因为我这个MyNode里面 现在只有一个标签 对吧 Latest 那么我只能拉它 不过我刚才正在编译这个V01的标签 一会儿编译完之后 这就看到有两个 那咱们想拉谁就拉谁 OK 那咱们先拉 先拉谁 先拉最新的这个 好 咱们试试 话说不好听 好 咱们试一试 拷贝过来 拉 它拉完之后 好 咱们看一看 我这要挑一个LS 那请看 拉没拉 这地方出来了吧 这就刚才咱们做出来的结果 然后咱们下面这个文件 是咱们自己刚建立的 对不对 这个可不是 这是咱们从Docker云上面下载下来的 好 那咱们去运行一下它 Go 还是可以适用咱们的刚才那个应用 对吧 虽然我本地没装Nodejs 对不对 OK 那么今天咱们的操作完成一个什么工作 完成一个由一台机器开发测试到最后的上传 上传代码库到云编译到另外的机器 另外的开发机也行 或者说是您生产环境也行 把Docker库拿下来 马上就能够开发或者说是部署使用 对吧 就是这么的简单 有朋友说你不简单 是这样 您在没有理解的前提下 其实是不简单 但是您理解之后 您发现 不管是您管理原代码 还是组织开发流程 还是构建咱们的开发环境 以及生产部署环境 在这套框架下 其实会比以前的繁琐的设定 要简单了很多很多 没有质疑 真的 好 我看由于现在今天这个视频有点时间长 我的这个V01还在编译 编译完之后 其实使用方式跟咱们的LATIS是一样 这地方会出现一个新的标签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 把它吐出下来 拉下来之后 然后咱们就可以使用 使用方法也是完全的一样 然后我再说一下 以后比如说 咱们程序有变化了 那咱们在这个地方 可以说再改点别的东西 对吧 再加一些新的内容 新的业务逻辑 之后咱们同样 这个地方应该不用动 同样需要打包 运行测试 本地没有问题之后 把这个原代码 放到咱们GitHub 然后在云编译端 在Docker云编译端进行编译 然后下面进行使用 这就是大体Docker的 主要的使用流程 我觉得我今天应该讲清楚了 如果您还没有理解的朋友 反复看我的视频 给我再来点广告 然后如果再不清楚的话 留言咱们一起讨论 好不好 OK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 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观看 咱们在旧的视频 再见咯 拜拜